我是一个普通的武术爱好者 上大学时候参加过武术社团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武术 虽然社团的训练不是很专业 但却让我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毕业后在一个搏击拳馆练了小半年 老板人很好 在那里我增强了体能 学习了一些格斗技巧 不过后来由于晚上经常加班 而拳馆一般在晚上开课 时间冲突就没再练下去 再后来我接触到了临时权益 在这里我认识了肖立行老师 楚教练和各位师兄师姐 开启了新的学权旅程 师兄弟们来自各个行业 大家都跟我一样 一般只有周末才能抽出点时间来学权 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每一次学权的机会 古人说 制大国如烹小鲜 我觉得把炼拳比喻成做菜也未尝不可 火小了菜不容易熟 火大了菜就会糊掉 而不同的菜式 不同的时间点 所需要的火也是不一样的 就像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练不同的拳一样 肖立行老师就是帮我们掌握火候的人 这一级拳手应该伸得远一点 那一级拳身子应该再直一点 老师和教练们 就是通过这样一点点的纠正 让我们在权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曾经梦想成为武林高手 但是后来发现不切实际 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金钱和精力去练习那些技巧 耐力 对我来说 远不如多敲两行代码 来得实在 这让我很矛盾 后来 我在老师的一篇文章中 找到了答案 内加权 是为己而恋 需一生修炼 以此为乐 而非以此为生 在不影响生活 学习 工作的情况下 行有余力 则以习武 既然是一种一生的运动 青少年 中年 老年 健康时 不健康时 操练要求各不相同 练法不能一成 练法不能一成不变 否则有害健身 每个人 练拳的目的不尽相同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拳更应该是为了修身养性而练 练拳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吃饭 睡觉一样 如果第一天晚上 睡得早 第二天 就可以早起 多练会儿 平时的零碎时间 也可以利用起来 工作的休息间隙 找一块 极尺建方的空地 拳打一席之地 舒展筋骨 放松大脑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是一个普通人 以我的天赋 和现在的训练强度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 梦想中的高手 毕竟 让一个需要经常加班的社畜 成为能够打十个的业位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是 我在一趟又一趟 来来回回的踩步中 增强了自己的体魄 在一次又一次 反反复复的动作练习中 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在这里 通过对权益的精益求精 我学会了 如何去拥抱 更美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